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禅法之特质 各位毕丘毕丘尼各位沙咪沙咪尼各位居士大家 阿弥陀佛 我们上一堂课跟大家提到了 关于这篇论文 我们为什么要讲解它 同时又提到了文殊菩萨有这么一段话 他说生起空振件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忏醉疾伏 你如果不忏醉 你想要疾伏 这就好像说甘露水加上毒药 甘露固然有它效果 有它营养 可是染上毒药你也不能受用 如果你只是修福报 你业障还很重 你这福报你就不能够享用 也不能够导向正当的方向 甚至于你那个有 有那个罪障在那里 那个你的福报还误用 那么看起来很有福报 卷属很多财富也很大 乃至于很有名声 可是你最后消受不了 福报反而淹没你 让你承受不了 做的事业很大 造的业也更大 招受的果报也更多 这就是业障没有消 其次呢 都要讲到说增长福报 是在一个困扼当中 你对于佛法的信心 以及对于第二 所谓对于上师本尊之不二其请 不二其请 上传的说法 那其实就是闺命信仰 上师是你的指导教授 指导老师 指导师父 你所亲近的师父 你要有全然的信心 当你要拥有这个信心之前 你一定要怎么样 你一定要经过观察思维 比较 然后所谓比较是比较你内心里头 你跟这位师父的想法 跟你的需要 你对于你这一生 你要怎么样修行 那这位师父能教你什么 而不是说这书很有名 所以人家在追求 你也在追求 所以就像 你追求什么好的车子 名牌的什么东西 衣服 大家都这样子 都在用什么的 那我也要用那个的 这是盲目的 你一定要清晰明白 你所依止的师父的一个跟你的生命修道的一个价值 所以本尊 那就是你修法门当中 这个法门的什么呢 主要的佛菩萨 倡导 或者教导的佛菩萨 像我们学习天台中 我们天台中本尊当然我们 是我们跟着天台的智者大师 那拜法华参本尊 这个普贤菩萨 乃至于法华经中一切佛菩萨 我们念佛 当然我们的本尊就是欧弥陀佛 这些可能都是你的本尊 都是你的主要根本的什么呢 根本的这个 这个 这个 依止的 这个 这个 佛菩萨 这个你都要有决然的信心 那这个信心也是要对他的功德 对他的本愿 对他设受众生的方法 你要有深刻的了解 不然也是人云亦云 也没有他的价值 所以说你念佛 你要对弥陀佛发什么愿 他怎么样设受众生 怎么样让众生得利益 像这样子的因缘 你呀 不只是看祖师的 对于 对净土法门的说法 这样子而已 你还要去研究 无量寿经 去了解他 那么呢 这就是你对本尊的不二其情 这个就是对学佛的一个根本 那同时这种不二其情呢 并不是一种纯然感情的 也不是只是冷冷的理性 是以理性为导 诱发出一种真诚的真情 那么男众常常偏向于 只有好像 哦 道理理解 缺乏一种宗教的真情 情操 所以缺乏了一种辱目之情 只有一种 哎 我知道啊 阿弥陀佛怎么说啦 天台智德大师怎么说啦 这样子好像 好像你跟他平起平做事的 就是理性多了一些情绪 情感 宗教的情感啥 女众的话 宗教情感过多缺乏理性 那么就是只有一种爱恋 恋目 缺乏一种正当的理解 那因此我的失误不能够被人家说哦 我的失误多好多好 那好什么 你也不知道 你只是情绪上的喜欢 头盔 这种看起来好像笑死贤孙似的 其实毫无理性做基础啊 这来得及去的快 所以翻脸的翻脸的很快 那么只要失误不符合我的需要 他马上就像换牙膏一样 他就换了 像这种都是很情绪 表面情绪迷惑人的 也是不能法入心的 那如果两者相害取其亲 宁可要取男众这种理性 也不要取这种女众这种 只有情绪 可是真正圆满的 事实上是理性与情感交融 这种闺蜜才是真正的闺蜜 所以归一的依有依靠 那依靠就是一种真诚的宗教情操的养性 你可以理性还没到那里 但是你的养性还够 可是归一的依还有依循 那就是一种理性 你要有在理性上面你知道 它的价值意义在哪里 这个是一种理性 所以说对于上师本尊 对于你依循的师父 那种闺蜜 是理性跟情感交融 因为理性 所以你能学到它的法门的真实之意 因为情感上的一种真正的情仪上的一种依归 所以你生命中你能会意念它的教法 对于它的一些视线的 看起来非理性的要求 看起来非理性的 它用非理性的方式来磨练你 你不会运用只是在那理性上 说怎么会这样啊怎么会那样 不会 你会知道它一定有它的用意 只是你可能不懂 所以你会超越你自己的那种经验 来什么 来投归 这样子的 这个追寻善之士 善之士 善师本尊 你才能够圆满地得到它的教法 那你这圆满得到教法你才不怀疑 你对于空正见才有可能最什么 清晰的现前 那第三呢 是什么呢 是辗转真上思维所闻之空见 那就是静坐思维 生活力尽对原思维 一直原念 什么呢 那个教法的意涵 那为什么讲所闻之空见呢 因为一切泄脱 一切佛法的根本正见 是以空正见做基础 从空出妙有 从妙有再进入到中道 所以说要有空正见 所以师父的教导 佛经的教说以空正见为最根本 那你呢 要念之在之的对空正见做思维 所以说是辗转 辗转就是什么 重复的 那么重复的 那么一次一次的 怎么样呢 这么真上也就是加深 加深什么 加深那个静思正念坐意 这就是思维 所以什么呢 你所从上师本尊 经典上面所听闻的 什么 空之正见 那么这样的三者呢 其实就是你修道的一个最根本 显教密教 藏传 汉传 乃至于大小乘 其实都是要以这个为本 可是呢 修学的时候 是所闻的空正见 这个闻修的这个内容呢 应该是先约而后博 不是先博后约 为什么 因为佛法的理解呢 是要透过实见来理解 而实见呢 最忌讳就是三心两意 你实见就像转目取火一样 单点突破 那你怎么单点突破 你必须没有疑惑的 而且前后理论一贯的 那么单纯的去操作 你才能够在实见当中得利益 而实见中得利益 你才能够怎么样呢 在理论上面有更深刻的理解 所以刚开始学佛 你固然可以广泛的听一般性的佛法 等到慢慢的呢 听闻到一个程度了 对于无常苦空不敬 轮回六道 成佛的价值意义 修道的意义 人生的修道意义等等 这样子你有一般性的理解之后 你就应该要专中深入 专中深入了之后 你在专中深入 你的实践方法就会专一 你就会听闻过多 等下参参参 等下念念佛 等下辞职咒 这个也好 那个也好 那你到底修哪一样才能得利益 你就开始疑惑 就会进行 就会疑惑 那这一疑惑了 你的实践呢 就受阻碍 那受阻碍了 相对你的解门就不够深入 你就难以辗转真上思维 你等下想那个 你等下又想这个 法门一样用那个用那个 因为你太杂了 所以杂 并不是修道人刚开始要做的 刚开始修道人要做的是 泛泛的理解佛法的一般性理 概念人生的意义也多少了解了 这属于一种开示的道理 你能够体会 那么好了 开始专中学习 天台中专门学入 学入了之后呢 你才开始旁疾 那这样拿他来念佛怎么念 其他宗派是怎么讲 行有余力你再来理解 这当中你要自己去实践 依着这专中的道理去实践 所以先泛泛的理解 然后再约 约而后搏 那约的当中呢 简约专注当中 你要去开始实践 解形就要一起操作 不能解是解形是形 一个小时的解门 要三四个小时的行门 来给予琢磨 这样子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第三 辗转真上思维所闻之空间 那么以上 现在我们来念这一段文 以上经论皆强调了修学禅定 与智慧之前 必须要有 颤罪与疾伏的前方便 既然经论皆明示 颤罪及修冠之间的重要关系 强调以忏悔为前党 而修大乘只冠的法华三昧 华三昧灿移刑法 不正与子亦相吻合 因此 对法华三昧灿移之研究与实践 必有助于天台中道十项禅观的修持 应该是可以确定的 这是我们今日有必要好好研究 法华三昧灿移的第一个理由 好 那么这就是总结上面 那个经跟论所说的 经上说 如果有恶业厚重者 不得及学禅定智慧 因先修忏悔之法 那么周科巴大师在论上面说到说 要升起空圣剑的主仪 应该忏罪吉福 而后才辗转真上思维所思 所闻之空见 所以你看看 都是忏罪吉福摆前面 你这里又加一个吉福 那法华三昧灿有没有吉福 处处有吉福 你看 生口亦供养 那就是在吉福 为众生发菩提心 而修忏悔法门 这就是吉福 那么你到道场去为三宝做事 供养三宝等等 这就是吉福 所以说吉福呢 在很多地方都需要 那么 那个磁洲老法师 他曾经在《开示录》也讲到 他说福能够滋润那个慧 慧就像法船一样 福就像那个水一样 你没有那个水 你没办法把那个智慧的法船 那个运向生命的彼岸 你没有福报 你哪怕连听经文法的机会都没有 听了也不能起正思维 也遇不到善知识 所以那个福报是生起 听闻佛法的什么呢 前方辩 你福报都没有 你听佛法的机会都没有 你就跟着颠倒人家瞎说乱学 所以说福 所以忏醉吉福是两个合在一块的事情 你没有忏醉 你有了福报啊 就世间人 刚好拿那个福报起颠倒响 你有了福报啊 你的福至而后心灵嘛 所以就只能讲福至心灵 就讲福到了 你心竟然就灵敏 就灵灵就灵光 就灵光就能够有善分别 你就能够分辨善恶好坏 那你这个时候你就 能够抉择世间的道理 那你才能够抉择善知识 抉择你需要的佛法 所以说有福你才能论这个会 福不至心不灵 心不灵你就无法受持这个智慧 所以说修福报是很重要 可是光修福报不修会 又是台湾佛教徒普遍的过失 供养了 供养就没事了 到家里去坐在那儿 然后到处去跑啊 还有玩呢 要说要去玩的 搭游览车坐飞机到哪去玩呢 找师傅去 你最高兴 那就跟师傅打哈哈 那也不修学智慧 拜灿也在求福报 求我这么消业障 我家里怎么样啊 我事业成功 像这一类的呢 都是吉福 那不修学智慧 也不对 所以说忏罪吉福啊 这两个事实上是一起操作 忏罪最好的方式 就是受到师傅的责骂 受师傅的责骂呢 你就那个罪就能够消除 因为罪来自于你的贡高 我慢 我执 被责骂 那你的贡高 我执呢 就会降服 当然呢 师傅骂你 你也跟他对骂 那你业障 那简直是增赏到不得了的多了 是 他骂你 你惭愧忏悔 即便你不晓什么原因被骂 你也觉得惭愧忏悔 这样就消除了你的慢心 你还要跟他论道理 那要论道理 一张嘴两张皮 一只嘴两张皮 你看看天底下 出兵打人家的国家 都可以讲出一堆道理来 那你说 修行啊 论什么道理呢 师傅你也有什么过失哦 我就是要这样子来 来折服师傅你的 徒弟折服师傅 老学生折服老师 像这个 你也可以说出一番道理 是不是啊 那这样子 你在增长罪恶 那哪里是折服 所以说修行呢 师傅在教你 你认定他是你师傅 你老师 他在教你的时候 你不需要再去反过来看 他有没有什么道理 他有没有什么道理 关乎你什么事 是人家不需要有没有道理 是你一定要有道理 你是什么道理 人下就是道理 你是听闻人家要求你是什么 你管 你反过来 那你你有没有做到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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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就完了 不会有人想教你的 跟你啊哼哼哼哼 这样子 就带你像一个不懂事的小孩而已 他就不会真正把要求放在你身上 那也代表了你没有那个能耐 接受这样子的教育 所以说忏罪 顾防一方你自己去佛前求忏悔 事实上由师傅的责难 甚至于非礼的责难 膨胀你那个过失 把你的过失讲得很严重 我没想那么多啊 师傅你为什么 为什么把我骂那么严重 这是你颠倒 这是你颠倒 没有什么话好说 他说你这样你就是这样 那你说那问题是我不是这样啊 你不是这样 那你要自己想一想 为什么你让人感觉是这样 你还是想不出来 那你就瘦下来就对了 你就觉得很自然 你应该瘦 这样就好了 有一次啊 我在那个什么 那个灾界学会 那个女众的灾界会 在那个什么呢 在那个义德寺 那当时义德寺啊 他那个建筑还没有那么好 旧的建筑给 有一边是属于旧的建筑 那老人家就在那边了 我们这几个人跟着他 然后呢 偶偶有一天要洗澡 你知道那灾界会 冬天灾界会 家里又很冷 洗澡 热水器呢 那要预先开的那种 有一种预先开的 预先开水还不热 你要是用它 它会啵就跳电 那个早期的会这样 所以你要开开开 开到它那个某一个灯亮到 然后那个水温到某个地方 你去用那个水 它预热型的 那家才能用 可是我不知道 我们家没有 燦工也不知道 然后呢 他去用水的时候 他把衣服脱下来 洗完头了 怎么没水 没水跟我讲 老人啊 没水了 你就帮我提水 那我就要去提 我拿了桶子就要去提 我想一想 不对啊 那提再提也不过就是一桶 那老人家这么冷的天气 你在那一桶 你在洗哪里够 那我就跟老人家讲 师父 那不然地址在外面看一下 看是不是热水器怎么坏了 那我咋开了 这样洗会比较方便 他想想也对 他说好啊 那我就出去外面 一看看看看 有个断电器 断电器我也搞不太清楚 是怎么回事 我就把它一开 灯亮了 灯亮了 我看看好像里头 开始有那种声音了 那就跟老人家讲 师父 那个好像 这样子稍稍有热水 不然 您要不就是 先怎么样等一会儿啊 这样子洗热水比较好 他又说 好啊 那他可能就稍微洗一下 什么衣服啊 或怎么样 可是终究 冷啊 那他要赶快洗 然后再开 那我就在外面问 师父有没有热水 他说 有了 那我就很满意 有了 有热水 结果呢 那个热水才一点点而已 因为他继续用就变冷 那我就去拜我的佛了 没多久我看师父穿了衣服再出来 对着我两个眼睛很大 可是骂我 你这个某人 你师父怎么害死我啊 你害我生病 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我傻乎乎的 我正在拜佛 我 我发生什么事了吗 师父洗澡 怎么会说我要害他呢 那害我生病 对你有什么好处 那是什么好处 没有啊 我没有这个想法 然后他开始骂一骂 然后骂了旁边的其他另外两位师傅就跑出来 两位师傅跑出来看我的脸神 就是 姨父你走 你这家伙 平平静静的日子 你好好过 你现在 你忍这个时候出什么毛病来你 你这家伙夜上鬼 他的眼神给我看 看我的那个样子就是这样 那我姨父 我什么也没有做啊 我 我怎么样了吗 我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啊 一路被骂 这样 后来 弄了比丘尼也跑来 到底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啊 这水怎么不热啊 刚刚会热现在不热啊 害我被师傅骂 说哎呀 这个要预热一段时间啊 什么什么 老人家才不管你这个 继续骂 那一天大概骂了三个多小时 看到就骂 看到就骂 然后骂一骂 我另外的那师傅 我赶快你赶快回房间 我回房间 他还叫 把我房间叫出来继续骂 是这样 那你觉得怎么样呢 你没什么 就是说你会很紧张 你也会很不好意思 你也会很难看 但是你不能够生起一种说 这什么道理啊 没道理嘛 你干什么骂我 你不能有这种想法 你或许你不知道什么原因 也或许你会觉得好像 什么没什么 你完全不清楚什么道理 可是你不能有一种委屈的感觉 你也不能有 甚至委屈的阶段 就产生撑脑 然后你在脑子就论 论是非 这个我对啊 他为什么这样说我啊 我又没有这样子 就不是 就不能这样 那我帮他整理 隔了两天 他还说要寄个什么东西给居室 哇 那我一写呢 他讲了 我那个地址写错了 哇糟糕 写错了怎么办 我就把它画掉 然后再写 他说你看看 什么大学生 你写一封信封 你不会写 他要把我画掉 那我说那好 那我换一张 换一个 换一个信封 你怎么这么浪费啊 换信封 那不然就立可白涂 立可白涂 立可白涂的时候 再写上去那个字 又会高高突突的这样 扭扭 他又开始骂 你看看 这个是从我这里 寄出去的信吗 你地址写这么难看 你叫我这怎么寄啊 你看光一个信封 就被骂三次 是这样 后来我还是用了 用什么样子的 什么立可白涂 在手去抹抹抹抹 然后再去描那个字 最后通过了 才能够把信送出去 那好了 他前一天把我骂得那么惨了 然后呢 晚上又继续骂 糟糕了 第二天中午又写那封信又骂 然后他 好了他去休息了 他去休息了 我在想我应该做一点什么事情 才让师父不要生气 对我比较好一点 然后我就自己跑去 我知道师父喜欢吃那个 那个什么 葡萄啊 然后我就去 哇洗葡萄 慢慢洗 边洗来边念佛 这很对了吧 好了 很这样 然后师父在那里呢 睡午觉 哎 这一起惨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提早起来 一起来大家都在那里拜佛了 那某人怎么没拜佛呢 他跑哪里去了 去给我找 跟沙咪啊 又找 某人 他不在 某人他不在 不好意思 他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啊 不知道跑哪去了 哈 一定偷偷跑去跟女生讲话 完了 然后最后呢 最后他们一想 哎 女生会不会跑到厨房 刚刚听说他要去准备什么东西 哇 跑到厨房 哈 某人哪里怎么在这里啊 我有什么事 哈哈哈哈哈哈 我在这里准备失误的水果啊 你怎么跑这种准备水果 失误没错 你干啥 我的先被那些比丘师父骂一顿 然后又进来说完了完了 整个 整个屋子像被 那个什么 零下100度凝结了一样 完全冰在那里了 那我一进去 所有人都在看我 又是以 所有人的眼光又是说 你看看好不容易有半天太平的时间 又被你迫害了 你这个罪人 然后 然后那个眼光看我是这样 我一进去 我自在想 我又完了 哈哈哈哈 然后 然后 骂了 骂了 然后他骂你 他不是骂你很那个的 他用那个 哗 你很辛苦哦 那你跑到哪里去啊 那你是比较好哦 我这房间比较难过哦 那拜佛没有用哦 那他就开始 哇 那你的意思 如果你不想拜佛 那我干脆我求你拜好了啦 我给你顶礼可以吗 哎呀你嚇了个半死 人的快点贴在墙壁上 这样 他老人家用这种方法 让你卷得是恐惧到不得了啊 这样 反正他就是找你的茶 就这样 那天下午又是这样 又是在这一顿大骂当中 臭骂当中完成 下午了 好了做网课了嘛 转后再想 嗯 师傅今天骂我 骂得很惨 骂到他自己声音都沙哑了 所以等一下 念佛的时候 我一定要大声一点念 替师傅分忧 我又这样想了 你知道吗 然后开始了 那 么 哦 咪 等师傅 起完枪之后呢 我就开始扯佛罗隆大声念了 然后念了三句之后 他 哎 那是所有都是女生 那女众 还我母亲也在现场 他就开始了 转过头来 某人 你念佛的那么难听 还那么大声 搭了所有人面 哇 那些大专女同学 就在嘻嘻嘻 切笑 这样子啊 那我母亲也搞不清楚 她儿子到时候什么被骂的 那 你是把你也给那些女生听啊 然后前面那些女生都看 差点笑翻了 这样 那我呢 我只知道地上面有个洞啊 我可以钻进去这样子 这么难听 你的爱表现是不是啊 你给我进去 我 我 我像泄了气的皮球 也像 那个被 被骂得很惨的一条小狗一样 夹了尾巴 进去 你看很惨 那是很惨的 那他呢 你说有什么道理吗 没有啊 他想骂你 他就可以有一堆他认知的理由 然后开始骂你 然后你会觉得很委屈什么的 然后吃中饭的时候呢 他老人家都会用一个 比较好一点的 那个 酱油 那我知道那个牌子 日本进口的龜甲腕 那个比丘运老搞不定 那我吃饭呢 我坐在旁边啊 那又是一堆女众啊 在那吃 然后他 某人 是不是没酱油 是 我去拿 我就进去 我才刚走进去 跟着老黎一世在讲两句话 他就开始在吼了 某人啊 怎么在里头那么久啊 是不是又在跟女生讲话啦 快点 拿酱油拿那么久 所有人都全部听到 全部听到 我根本就还找不到厨子 何况拿酱油 那里头没半个人啊 我吓了个半死 赶快跑出来说 我找不到人 不知道酱油放在哪里 然后他就开始骂 这样一种大学生 一点用处都没有 什么东西也不会做 讲话也讲不清楚 事情也不会做 那我母亲都在现场 好了我出家了 我出家了 还在清凉室出家 还当法师 带两个学生去看他老人家 还带了一个大 那个沉水木头 给他 他老人家说 他要拿一个沉水木 叼欧弥陀佛 我总算找到一颗 那个时候 就好几万 我没什么钱 我还跟他到处借钱 买了一个 这么大 这么大的一个木头 沉水木 你看多贵 供养他 供养他 他很高兴 好不容易让师傅高兴一下 然后他就说 到处看看 带你的学生到处看看 然后我想 对啊 到处看看 我们两个学生从来没去过 然后我就带他到处看看 也不过就在大殿里绕一绕 然后绕大殿后面有个讲堂嘛 就绕一绕 哎 好死不死 张仁法师来了 跟他娘也来了 他什么徒弟也来了 他弟弟也来 我们都认识啊 那来了 哦 他们就跪在那里 咕咕尽尽听开示 哎 我绕完出来了 哎 老人家看到我们了 哎 撇下他们 开始就骂 哈 你们去哪里逛街是吗 啊 我这里是你们 告诉你们逛街的啊 到处去啊 你们去看了哪里啦 有什么好东西 可以跟我讲吗 就在张仁法师面前 我都出去家了 然后张仁法师的一副那种 又一路眼神看我 哎呀 你也帮帮忙耶 我们来问老儿上问题 又你来吃衣服 你来这边搞乱 我一副那种 非常愧疚的心情 全身冒冷汗 就跪在那里 就跪在那里哦 那我两个学生 不知道早就被吓到哪里去了 躲到哪里去 只剩下我代表跪在那里 哎 这两个你的徒弟啊 跑哪去 都不是我徒弟啊 那是学生而已 哦我不知道啦 反正就是你徒弟嘛 你带他们哪里去逛 什么好东西啊 我这里不是给人家随便看的哦 刚刚老人家不是说到处看看吗 怎么会这样呢 就跪在那里 然后我就跪在那里 一堆女众啊 什么在那里问话 旁边 这种人不知道谁 一副那种眼神 我跪在那里 所有人都站在那里听 他就又把我撇到一边了 那开始对他们讲话 一讲讲了半个小时 我一个人像木头人一样跪在那里 就跪在那里 他完全不会给你颜面 你嘛 老人家你给我一点面子 你要这种想法 你颠倒错误 这就是颤罪了 颤罪是这样颤才快啊 所以说现在教学生啊 完全没有这样 完全 我从来没用过这种法门 从来也没用过 从开始教到现在都没办法用 但他老人家就是用这种方法 你要知道你当过老师 你去骂过人你就会知道 骂学生是要自己老师先烧一把火 不管真的火还假的火 他至少要装那个样子 生气的样子骂你 他一定要陷露那种凡夫相 他要牺牲他的庄严相 来骂你 畅功不也如此 等到他骂人 所有地址都要躲得远远的 为什么 一定不是庄严相 一定是生气的样子 那他要成就你就是要这样 当然啦 我们算不算有成就 当然不算 只是说我们受到他的利益很多 像这些都点滴的 我说的跟没说的比较起来 我说的才十分之一 五分之一而已 像我这样说 也不过就叫做忏罪吉福 那你们自己蒙心想想看 包括出家人 你们自己蒙心想想看 你们的失误有没有这样子 你们受过这样没有 不但没有 你倒过来 你对你失误又是什么想法 能眼旁观 自己醉过如山击 而奏奸不适 那么师父的过失 己醉如山奏不适 那么师过秋毫夜分明 己过如山奏不适 奏不见 那么师过秋毫夜分明 己过如山奏不见 自己的过失啊 像山那么高 那白天你都看不到他 大白天你都看不到他 师过秋毫 师父呢 有点小过失 那像秋毫一样 秋天的雨鸟儿生出来的那种 保温的毫毛啊 是很细很轻很透明的 师过秋毫 夜分明 你半夜你都找得到他 你半夜你都看得到他 师父今天吃的好多耶 师父不是叫人家吃饭 不要吃那么多吗 师父今天吃冰激凌耶 师父怎么那么爱吃甜的啊 这关你什么事啊 师父今天睡得比较晚哦 他师父比较懈怠啊 你看这种想法一大堆 师过秋毫 夜分明 这就当徒弟这幅颠倒像 所以呢 我很清楚做徒弟的是很很难教啊 所以呢我这一生我不收徒 我没那个能耐收徒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这是消坠吉福 光这四个字啊 无边的道理啊 你要修行 那你都会有无边的道理 我常说现在难教啊 现在人很常常做老师的人 常常说啊现在的出家难教 现在的学生难教 我都不说这个话 我连说难教都没办法说 你又怎么教 没办法教啊 所以光这个人你要知道说 我心里头想的是什么 那真正能做的是什么 那现代人能做的是什么 所以你说 那信徒来了 师父怎么不给我们开示 我说那我们 资格师父去讲一讲 也就绰绰有余了啦 那你怎么教 你跟这些人讲话 浪费时间呢 那讲什么 这样了解吗 所以说师父要教你 他用的什么方法 大体都是这一类 你去密了日巴尊者段 你去看一看 你就知道 所以说我常常 我上次不是跟大家讲 我说 后来我出了家到处去啊 到处去看看餐学的时候 有人说你亲近谁啊 哦 那老人家如何如何这般 到我在我面前批评 我常常笑一笑 我说你的批评或许是对的 但他不需要是圣人 我的师父不需要是圣人 我是不是真的对我有恩 他教我什么 我冷暖自知 那你的批评 那是你的见解嘛 你跟他没有缘 或者你有一百个理由批评他 我都不会丝毫影响我对他的尊重跟感性 就是这样 那这个当然也不只是 燦公一人而已啦 我所亲近的长老也相当多 只是说燦公真实的奠定我主要的身格 那在这种情况我讲的比较多 其实还有很多长老 大部分他愿意教你 大部分都是不给你脸色看 不给你好脸色看 都是这样子 十个八九都这样 现在还都还在世的 现在都还在世 所以我因为我亲近燦公大家比较了解 我多说一点 其他的我不愿意说是因为 人家也有其他徒弟在外面红发 我就不愿意说那么多 以后等那些长老都往生了 我可以写一写这些事情 他还公开就这样呵斥你 那你能感觉 你要有一丝的那种苦恼性 一丝的颠倒想 其实你就毁了 你就毁了你自己的虔诚 你的造罪就很重 那比你拜多少灿呢 都消不了那些罪 你要是他这样子无理的 这样看起来无理的 公然的呵斥你 骂你 给你难堪 佛音教经说 若众生 若修道人 闻众生毁谤 辱骂 不如引甘露 是不明为修道人 那你想想看 这还是众生骂你 不如引甘露 不明为道人 何况司长骂你 那他需要什么理由 他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 那你还倒过来跟他论理由 然后完了 一切都别提了 是这样 那你说 没有啦我亲切的司长很多啦 那他不算数 那他不算数 好歹你把他当作一个众生吧 那你都要如影甘露了 那你想想看 何况他教你的 因为居士我知道 这儿参参那儿参参 你可能这儿皈依那也皈依 皈依正一叠 就是这样子啊 皈依正一叠 那可能觉得说 那这样这个师父 也不一定是我亲近 好啊 那他愿意骂你 他就是想教你啊 那好歹你不把他当师父 当凡夫好不好 当一个一般人好不好 那你不如引甘露 你又名为道人吗 你就这样想 你就清楚了嘛 何况你还跟他学 你当时跟他皈依呢 那有什么意思 那你是什么道理 你今天一翻脸就成仇 私下讲他闲话 心里头七上八下 你这算什么道人 你要这样子 这个世间的修道人 一个一个离开这个世间 他不来教了 你怎么好教的嘛 教你还让你怨恨 那我何必咧 跟你众生结恶缘 那我何必咧 是这样 所以这样子很难忏罪 更不能给福 你对上师本尊的闺命 你真正升起不了 真实的闺命之下 这就是今天呢 很多居士难以佛法增上 他自己在外面办事 领导 什么 自己的什么 共修会 共高我慢 还要去说师父三宝的过失 甚至还自己搞出一个 代替皈依 帮人皈依 你看这居士团体敢 这么胆大包天 你看看 是这样做的 今天师父这么多 这么多在弘法 他竟然还要用在家人方式 跟人家跪阴 你们自己稍微了解一下 就知道 竟然还做这种事 那就颠倒 所以就佛法不兴 就这样来 那并不完全是师父不教 做徒的不能够 聚量 聚那个徒弟的量 好 所以说呢 这样讲下来就是 忏罪在修官之前 要先忏罪 修忏官 所以说 法华三媒忏是先忏罪 然后再来修官 他忏罪的同时就修官 修官的同时也忏罪 身法揉在一起 所以你看这个法门不是很好吗 是很重要吗 必要好好的研究吧 这是第一个理由 那么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其次 中国佛教至梁武帝已降 拜畅风气 及其历久不衰 虽然经过千多年之流传 多少已使得拜畅法门 受到扭曲与勿用 然而畅法之契机于中国 已是明显之事实 而法华三媚畅 亦正是天台系统灿法的母体 他甚至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其他中派的灿法 因此对于查法三媚灿的深入研习 必能適当地导正并深化拜畅的思维与做法 而使之重新回到实修实证的本位上来 这是我们要研究 这是我们要研究八八三媚灿的第二个重要理由 第二个重要理由就是说 梁武帝以来有了梁皇灿之后 从今而后中国拜畅的法门就非常的兴盛 那么因为什么 因为拜畅的功德利益很大 而且感应道交不可思议 大家才会一代接一代的拜 你看看那个实非三媚水灿 那个拜完之后 那个三媚水洗那个洗那个人面窗就好了 人面窗你们看过没有 现实世间上有人面窗的很多 最近我去圆光佛学院讲菩萨界 圆光佛学院院长如物长老 他以前也亲近过禅宫 那么如物长老跟我讲 他一个学生就人面窗 还真的要喂他肉吃 真的要喂他肉吃 还真的是拜三媚水 法华三媚灿 不是法华三媚 就是慈悲三媚水灿 拜完用了水洗的就好了 还真的是这样 还有照那个像下来 你要多可怕 所以说拜善法门感应道交 这还是没有官法的灿 只是随闻修忏悔心这样而已 那法华三媚灿是更进一步的 忏悔劝请水洗回向发愿 之前还要修供养等等 修供养然后修礼境 然后也发愿等等 这样子你说这个忏法力量有多大 所以有人的半生不遂 来参加法华三媚串 或者行动不变 拜到后来都能走路拐杖丢掉 都能这样 尤其这么多人拜 功德会加强 让大家心更专注 所以是流传千多年感应道交 不过因为也太感应了 大家都喜欢拜 常常法会的形式没办法 意思是私下请师傅 私下请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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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就变成说 敢那个金颤 就变成你也请他也请 师傅太忙碌了 就不能把那个颤法的内容 拜得很好很庄严 慢慢的就被人让人感觉 好像拜颤就是一种 你拜颤我供养 这种金钱交易 事实上你请师傅拜颤可以 庄严的请 他要是有帮人拜颤庄严的请 在他庙上拜 或者借一个庄严的地方 或者在你家里要很庄严 你请他来拜的时候 是他带领你拜 不是他替你拜 你坐在那边没事 不是这样 所以他一来进屋子 你就应该供养 供养完了拜 拜完再供养他吃饭什么的 佛陀都是在受供养之后讲经说法 他绝不在受供养之前讲经说法 这样人家会说 你是为了供养而来讲经说法 是这样子 是这样 所以要先供养 那么你这样供养他 然后就能 能这么做 那么就拜颤 也是可以 不是不可 那当然人家到场里都要拜颤 你赶快去参加 乃至有立牌位你也可以立 没有立牌怎么办 你一样可以默默的回向 功德完全一样 是这样 那么在这种拜颤的过程呢 中国的颤法有两大类 一类就是属于梁黄颤 就是佛号加上忏悔的文道理写在里头 他结极经论的文 然后在结极经里头的佛号 让你念完一段文 然后就拜那个佛号 念完一段文就拜那个佛号 这就是梁黄颤水颤都是这个格局 可是还有另外一种格局 那就是什么呢 有拜 拜的当中也有颤 也有颂咒 或者是念那个颤悔文 然后做观想 然后做供养 拜一下供养一下观想一下 就注重这样子的内容 跟中道实相观想 如果有人端坐能念实相 罪恶如双路 那么惠日能消除 像这样子的加上这种观想 而不纯然只是念那个文的 这样子的颤法呢 主要是以天台颤法为最开始 这天台颤法当中的 最根本最早最原始的一部颤 那就是法华三昧颤 从这样以后才会有所谓的什么 大卑颤 方等颤 净土颤 沾茶颤 通通是以法华三昧颤为本 为格局把它改编出来的 甚至于还有华颜颤 华颤颤法也是 华颤这种颤法也是以法华三昧颤 做母体改编出来 甚至里头的文全部挪用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法华三昧颤是一切天台颤法的母体 也是中国颤法两大系统当中 比较注重思维观思维修的颤法 而它的内容如果你先去了解 几乎中国的所有颤法的价值意义内容 你都能了解 所以影响中国各宗派很深 那我们来研究它 就能够让它重新回到了 实修实证的本位来 这就是我们研究法华上面 第二个理由 那现在我们来念第三段 下一段 第三个理由 最后 如众所周知 圆顿只观 乃天台最究竟最圆满之禅观实现法门 四种三昧颤法中 唯有法华三昧颤法 唯智者大师所清正清传 不但提出最早内容最为完备 而且也与天台的根本经典 法华经与普安普贤菩萨行法经 有着最直接密切的关系 从慧师大师一将 历代天台祖师禅将 吾不勤修弘扬此不参访 可谓法华三昧颤 正是天台圆顿只观行法之重要代表 然而此意唱法却在明清以来 逐渐地隐没而罕见流传与众事 甚至在近代 亦因其唱法之名 而被视为经唱法本之流 以至天台理事相及圆融的禅修法门 亦发抵使人陌生和忽视 更遑论依教起修了 今日为了重显本灿的禅修内涵与重要性 同时也将天台禅法的理论 与实际与实际与实际结合性的理解 这法华三昧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这是我们在研究天台禅修法门时 不得不同时观照法华三昧灿仪行法的第三个重要的理由 这个是讲到第三个 我们为什么在了解一般的天台禅修的理论之后 直接讲到它实践 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法华三昧的主要意思 我们这一堂课已经时间到 我们先讲到这里 向下闻常复以来日 我们回向 众生无边誓言度 众生无边誓言度 烦恼无尽誓言段 烦恼无尽誓言段 法门无量誓言学 法门无量誓言学 佛道无上誓言成 自归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法无上心 自归法 当愿众生 深入经障 智慧如海 自归一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言佛净度 上报是众恩 下集三度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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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